联發科技成立二十多年 我們一直在晶片這邊的設計開發 這邊不斷的持續領先 從過去的DVD Player到電視到手機 到未來的IoT跟汽車電子 這一塊我們一直在提供最先進的 solution 給我們的客戶 整個公司在擴充到國際化的規模的時候 IT 的擴充這邊非常重要 怎麼樣讓 Infrastructure Backbone 這邊非常的先進 而且非常有效率 Data Center 這邊有很多的 Server Storage Network 怎麼 support 全球這些研發的工作效率 然後用最好的成本 然後用先進的技術讓這些工作做得可以更順暢 未來的世界 速度決定一切 而具備安全 彈性 可擴充的 IT 架構 則是支撐全端業務 快速回應的重要基石 聯發科技與 VMware 專業服務團隊共同合作 透過 We Realize 打造專屬的 IaaS 自助門戶 納管約 1200 台業務虛擬機 概括整體 90% 的 IT 業務系統 以完全自助服務形式 隨時依使用者需求調整 並提供所需服務的藍圖 節省了 80% 的虛擬機資源申請工裝時間 同時藉由專屬數位表板 建立集中式監控與資源分析報表 讓管理人員能隨時掌握整體環境效能 與資源使用狀況 達到資源最大利用率 進一步為了達成整體 IT 服務不中斷的目標 我們完成整個資料中心 皆為完整 Active Active 形式 雙中心資源充分利用 任意中心皆可支持全部服務宅 打造出年度稅修無需停機 服務無間斷的 Zero Down Time 等級 過去跟 VMware 在我們的虛擬化 在 Data Center 在 Server Storage Network 這邊 其實用了非常多的新進技術架構 這個地方幫助我們在 Bangalore 在印度這邊的 Data Center 還有 RD Center 這邊 用一個更有效率更先進的方式在運作 包含新加坡 美國這邊 我們用這些虛擬化的技術 讓我們的 Data Center 其實是變成單一的入口 成本跟先進技術的結構 這個地方在目前的 Data Center 這邊 營運效率幫助是很大的 相信在未來更多雲端這些資料中心的運作 我們有更好的合作機會 這是 Substance 多次 多次 進便 多次